蘋果繼續發威 它的i8 i10新機陸續發表之後 變成閃亮亮非常漂亮的玻璃機殼 哇這下好了 開始這些果粉就想說 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 我們來談的是過去 向來都是在金屬機殼的可成 從最佳男主角變最佳男配角 開始為他擔心了 不用怕 我告訴你 他的醫師CEO老型宅宅 我們等一下看看他拿出什麼佩服 金翔不過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果粉引頸期盼 i8跟i8 Plus 今天下午官網就開放了 預告是應該非常的踴躍 9月22號就上市了 不過這個非常高貴的i10 等了 你要等 因為11月3號你才可以拿到手 錢櫃你還不見得買得到 真的耐心的等 那蘋果新機發表本週 的確有蘋果魔咒 因為都提前反應過了 所以過去大概發表的當天 八成的機率 蘋果股價會跌 果然跌了百分之0.8% 眼皮底下就是i8跟i10 幾天前才剛剛發布而已 我們一定要看看這一家 可成 很多人形容說因為改用玻璃機殼 結果變成了最佳男主角的可成 現在變成最佳男配角了 沒錯 可成的狀況你看 它的股價本來也高 在今年出的時候大概已經240幾塊了 但是因為大家說今年iPhone要出新機 iPhone要出新機 然後可成又是主要的機殼供應商 所以你看 股價就一路漲上去 到了8月的時候 最高點的時候曾經漲到392塊 可是8月的時候 大家看到iPhone的這個什麼 它的原型機 模型機出來 出來的時候發現說 這個iPhone X怎麼樣呢 用的是玻璃機殼 用的是玻璃機殼大家想說 可成在裡面難道角色被邊緣化了嗎 市場就開始有這樣的傳言出來 所以你看在高點之後 一路往下 那特別是在iPhone發表會的隔一天 發表會隔一天大家發現 iPhone X用的真的是玻璃機殼 所以你看那一天隔天可成的股價 跌到了大概335塊 也是收盤左右的價格 所以大家想說 難道改用玻璃機殼 對可成真的衝擊這麼大 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跟大家想像中 可能是不一樣 因為可成一路走來是 關關難過 關關過 關鍵的部分是在幹嘛 是在1996年的時候 宏基推出了鋁美合金 這樣的筆記型電腦 我們看到幾個關鍵字跳出來了 鋁 鋁 沒錯 鋁 鋁 合金 結果在早上誰有技術能力 可成就有這樣技術能力 所以在那個時候 可成終於切進去 這一塊的供應鏈裡面 讓它達到源源不絕的訂單 所以在那個時候 可成再怎麼樣 在硬碟的市場 跟筆電的市場 它就佔了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 是 拐點出現了 妙手回春最重要的拐點出現了 接下來來敲門的是誰 在2008年的時候 在蘋果 賈伯斯 有一場非常經典的產品發表會 是什麼你知道嗎 在那發表會上面 大家看到賈伯斯 拿出一個牛皮紙袋 牛皮紙袋裡面 大家從裡面竟然看到什麼 賈伯斯從裡面 竟然拿出一台筆電出來 俊相你知道嗎 那個畫面震驚當時世界 很多的人 為什麼 大家沒有辦法想像說 那時候筆電竟然可以 輕薄到幹嘛 裝在一個牛皮紙袋裡面 可是大家看到 賈伯斯非常帥氣的 拿出那個所謂的 那個MAC AIR的後面 後面其實是告訴你說 這就是可成的設計能力 設計怎麼樣 鋁美合金 一體成型 輕薄到讓賈伯斯 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發表會出來 好 回過頭來 大家說 當變成了玻璃機殼之後 好不容易展下 如此這般的江山可成 男主角變 男配角 大家在看一環肉 但是千萬 讓你老行宅宅 對 沒有錯 因為可成之間遇過很多危機 他都是這樣渡過來的 因為他之前怎麼樣 在20809的時候 也遇到過一次狀況 遇到什麼狀況 當時幹嘛 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筆電 大家幹嘛 那時候流行小筆電 流行小筆電大家喜歡 成本本來就不高 所以一定是用什麼 用塑膠機殼 他你的金屬機殼就只能用在所謂的 商務的或是比較高單價的筆電上面 那另外一個是 當時的手機幹嘛 也喜歡用塑膠機殼 所以就變成說 你可成金屬機殼應用的範圍 其實很有限的 所以他當時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洪水素有沒有打退堂股 他沒有打退堂股 那時候可成的狀況 你看2009年的營收 比前一年還少了十分之一 可是他幹嘛 他還要加碼做研發 加碼研發在什麼事情上面 在一體成型這件事情上面 你知道這種金屬機殼 他一體成型就是從那種鋁錠裡面幹嘛 挖一塊出來 那看你產品想要設定什麼樣子 就挖出來 然後打造出那個型 可成還是加碼研發在什麼 在一體成型上面 那結果有沒有讓他等到機會 他要等到機會 等到什麼 等到蘋果的iPhone 蘋果的iPhone後來幹嘛 在iPhone5s左右 他要用什麼 用到所謂的良極的鋁合金的這個外表 那個外殼這個技術 人家可成他就可以做 所以就變成說 蘋果在幹嘛 就找上了可成 然後幫他打造這個機殼 那所以講到蘋果跟可成的合作 他們現在嘗試怎麼樣 從產品一開始的 外型的研發設計 可成就已經參與進去了 所以當時就有個小故事 因為我們講到蘋果 它有無線鍵盤 那個無線鍵盤是用五合金做的 可是蘋果其實有一個要求 要求說你這個鍵盤 因為有一個地方 你要讓它給亮起來 會發光 可是他告訴可成說 你又不能夠讓消費者覺得說 吳果的鍵上面被打了一個洞 你想想看 很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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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